2006年6月5日的晚上,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,中文名字叫陈伯瑞的美国女子,利用飞机到达前的一点时间练习使用轮椅。 陈伯瑞准备接待从中国来的女孩,周灵。 十几个小时以前,在上海浦东机场,美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周灵,准备搭乘去波士顿的航班。 她的妈妈还有英语老师徐兰将一路同行。 陈伯瑞规划并最终促成了整个行程。 然后7点钟再转乘飞机去波士顿。 我2004年10月份见到她,看她两天,两次,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门口的旁边。 当时陈伯瑞在北京出差,碰到了正在乞讨的周灵一家。 后来她们没有再见过面。 看她的照片,我发现她的身体比我认识她的时候好一些。 所以我觉得我看她在上海的机场的照片,我特别的高兴。 因为我发现她已经14岁了,她在长大。 所以我非常激动看她。 陈伯瑞和周灵的偶然相遇,促成了一个词。 慈善救助计划。 目的是,让残疾的周灵来美国治病。 最终能够站起来。 都准备好了,公寓啊,车,还有担任意愿是最重要的。 很多朋友要过来帮助我们,欢迎她到美国。 中国朋友,美国朋友,很多人在参加这个。 这是周灵第一次有机会坐飞机。 第一次就飞了这么远。 这趟旅程中,周灵第一次用上了轮椅。 学习在美国的衣食住行,又从熟练使用轮椅开始。 在四川农村的家里,周灵要靠几个小板凳的帮助,才可以移动。 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在广安市武圣县远口镇。 周灵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。 2003年1月17日晚上,一场飞来横祸,彻底改变了这家人的生活。 是的,那天下午,大概五点多钟吧。 爸爸说家里没有只有一点的,叫我和妹妹去商店买没有, 拿了我们五元钱。 因为那次我们还要回来,用作业就赶紧去了。 去了商店买了,打了。 他告诉我们,一块八一斤,我就打了一斤半。 根据当地政府的调查报告,周灵和妹妹周静买到的是劣质煤油。 销售商违反规定,用装过汽油的容器储存煤油。 残存的汽油和煤油混合后,闪点远低于正常标准。 晚上九点多,周灵的父亲往油灯里加当天刚打的煤油时,引起了爆炸。 屋里到处就是火茫茫的一片。 火很大,这可是我和妹妹,我实在忍不了了,就到处乱跑。 赶紧叫爸爸,就叫了两声爸爸后, 就明明乎乎,什么也不知道了。 等我醒来的时候,我只感觉到这个没有,简直太让人失望了。 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情,我觉得一下子接受不了,当时我的心很冷静。 其实我醒过来的时候,只是把这个当作一场梦,我以为是梦。 经过医院诊断,当时11岁的周灵,全身重度烧伤,达到45%,双足坏死。 双手的10个指头有9个坏死。 情况好,是一了25天,一得买钱了。 买钱的时候,赚了,就弄回来。 弄回来,都没得钱,没得钱都到当地县位。 到当地县位,县位不拿钱,我们都把孩子抬到县位里去。 周灵一家将煤油销售商告上了法庭。 当地法院做出了赔偿24万元人民币的判决。 但被告却想方设法逃过了惩罚。 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。 为了治疗周灵的烧伤,父母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导。 当我们烧到的时候,我们都是很紧的。 邻居都轮到医院才救治,一直救治。 医院会引导,死了完。 家里求是没有办法,无法生活。 如果当时及时做手术,周灵的双脚还有希望保住。 医院不行,不打钱进去,他都不拿油理。 在绝境中,他们一家开始到各级政府上访。 路途中的生活,全靠乞讨。 找市委不解决,我们一找省委。 省委他也打电话。 他打到市委,市委打到县委,县委都开起车子来接我们回去嘛。 他不解决。 2004年90月间,周灵一家去了北京。 我们去了国务院,最高人民法院,中国长级学院,公安部。 仍然没有人出来帮他们解决问题。 北京城里乞讨也不容易,最多的一次是在中央电视台门口。 有位好心人给了20块钱。 但一家人命运的转机就出现在这个地方。 对,碰见了陈阿姨。 她也是在电视台里面,我们在那里乞讨,她就从里面出来。 她看了很久,开始以为是假的。 可是看到很久,她走过来,问了事,事情的经过。 我看到Jolene。 她的事情就突然震了我。 我能够跟她的眼睛。 我看她的眼睛。 她的眼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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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伯瑞给了周琳一家200美元。 作为周琳和妹妹未来几年的学费。 很快,双方就告别了。 周琳一家回到了四川。 陈伯瑞回到了美国。